100块钱挣着3公斤切糕呀 阿达师傅 挑战100块钱新疆切糕 看看能买到多少 走着 我现在在这个河田的玉都国际大坝上 找了半个月 终于找到了一整块的切糕 咱们去看一下 切糕大家都知道 一刀下去马云流离 二刀下去建林崩溃似的 今天我要为新疆切糕证明 你好师傅 你好 你好 切糕吗 切糕切糕 擦东西这个一整块做的 这个葡萄干的糖细 白糖 黑糖 这样一整半一整块的切糕很少见 这个不一样过这个 这个是吗 鸡蛋 糖细 白糖 黑糖 四个家 哦 核桃 都是以核桃为主吧 这个全部你们自己做的吗 我自己做的 这个咋卖的这个切糕 35一公斤 公斤成的 一公斤35 也没想象中的那么贵吧 你难道不知道 这样子啥 给我们一百块钱的切一下 行行 那钱先收着 好好好 你抢一盒 你抢一盒 抢一盒吗 不想不要钱的 抢一盒 抢一盒 看南北京都通用了 抢一盒 抢一盒 嗯 香的叔叔 这个白的五十块钱的切 这个黑的五十块钱的切 好 多少钱买的多少钱的给 嗯 我等一会儿可以去 一盒买麻糖 哦 这只刀下去 黄金万两吗 这刀下去 这个肉也不会坏 一百零四六 一百块钱给哈 一百零四块钱 一百零四块钱 一百块钱给 一百块钱给 可以吗 说实话刚刚这刀下去 感觉心都感觉 还是有点处呢 好 白的黑的 啥区别有味道一样吗 不一样 一样一样 味道不一样 这个切糕吗 一刀下去的话 一千块钱的话 一千块钱给 这样子 这样子切的 切就说买就说不行 五块钱的买吗 五块钱的买 十块钱的买吗 十块钱的买 两块钱的买吗 两块钱的给 两块钱也给 两块钱也给 看到没有 两块钱的买 两块钱的也给呢 多少钱买的多少钱给 阿达师妈 看一下 这个核桃做的 这个切糕 里面有核桃 然后葡萄干 葡萄干的糖西 还有白糖 还有一点炒椒的芝麻 捞规矩 浅尝一口 对 六五月不会坏啊 这切糕 然后吃起来满足的 这个核桃汁 哦 喝 喝 喝 拉松呢 它做的葡萄干的糖西 所以不会特别腻 然后满口的这个核桃汁 带点这个炒椒的芝麻 特别香 说实话 切糕今天才算真正放开 敢吃一下的 这么大的切糕 你们敢想吗 看看它这个里面是咋 它这是白色的 这是蜂蜜 结晶的状态 是蜂蜜 跟这个核桃汁 还有点鸡蛋啊 真就是一点海克斯克鸡都没有 拜拜 我说实话 真的没敢想过敢这么假吃切糕啊 特别扎实 感觉跟抱着一块砖块吃一张 蜂蜜的味道特别浓 它里面也有芝麻 这个虽然没有拉酸啊 一口下去核桃 然后加着这个蜂蜜的香味 然后这个芝麻被炒椒的 就椒椒的椒香味了 特别满足 所以说今天这个视频 有没有解开大家对这个新疆切糕的认知 一百块钱 只能三公斤切糕呀 好啦 但是嘛 今儿也算实现了这个切糕自由了 一百块钱这么两罐切糕 你们觉得怎么样 对啊 对啊